从十年前录制在中央音乐学院 然后做到十年后 到今天第二张专辑 由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产品公司来发行 我觉得对自己的十年是一个交代 我叫杨依晨 我的整个工作主要集中在咸语四重奏领域 2005年组建《湖泊四重奏》 我演奏大提琴 2012年对于我们来说 整体上是一个非常面对命运转折的时刻 我正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研究生 准备参加一次非常难的国际比赛 它是摩尔本亚太国际室内乐比赛 这样的大赛对于任何一位音乐家来说 都是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 能够拿到最大的奖项 基本上来说就相当于全世界 任何一个音乐厅都对你打开了大门 我们选择了一首中国作学家 创作的现代派作品 那么它讲的是一个西南的故事 那一刻是非常民族自信的 我们对于这部作品的诠释 后来拿到了最佳现代派作品奖 整个比赛最大的三个奖我们都拿了 演出邀约 当时排到了整个一年之后 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选择 做职业音乐家了 终于开了一片红葡萄酒 然后大家一起聊 聊到了半夜三点 以这个作为起点来面对自己的职业生涯 还是说我们放弃一些演出 再去深造 后来我们选择的是后者 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最值得的选择 马德里国际室内乐学院 在那个学校里面都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最优秀的演奏者们 我们代表中国 我们做的就是每天12个小时的排练 我们还需要每个人练大概两到三个小时 自己的基本功 2015年的中间毕业了 其实在欧洲已经有橄榄枝 给我们很好一个工作机会 我说欧洲不缺一组来自中国的显现四重奏 我们还是应该把我们的理想 把那套东西带回来 显现四重奏这门艺术的特点 其实在于它的内敛 它是极致和谐 在室内乐里头是四个人追求共音 这个是最难的事情 在全世界都把这称作四个人的婚音 有些人在控拍 你正好填补着一个音 演奏一些极其复杂的音乐节奏 就像一个疯狂在插的拼图一样 在空间当中 把它以一秒钟十个音的速度插在一起 对 最好的 最好的声音 对 从最开始 它在几百年前在欧洲的宫廷 那么到富裕家庭 然后再到音乐沙龙 再到现在的整个公众 音乐是无国界的 只要是饱含真情实义的 直击人心的 他们是会喜欢的 2019年马克龙总统访华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 演奏了法国作品《玫瑰人生》 他们会表达 好像在北京听到了他们家乡的声音 就真的是听到了他们家乡 他们最喜欢的那种味道 也是在2019年 德国波恩·贝多芬音乐界 是人类最古老的音乐界之一 我们下半场演的就是贝多芬 上半场演奏的都是中国作品 有二全音乐 一部中国很安静的作品 然后一部非常现代派的这种图腾 他们的喝彩不亚于他们听完贝多芬的喝彩 疫情之间我们没有了演出 我们能够有很长的时间安静下来 不去敢演出 而是真正的去积累自己 去思考 疫情之后肯定还会有外国的团联来 这是中国越来越强大 一定会成为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刚刚完成录制 这十年内的第二张专辑 我们很高兴的就是 全世界最棒的唱牌 拿索斯唱片 他们听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2018年的时候 我加入台盟了 我的外祖父是有台湾血统 他是江文也先生 他是一位非常多产的颇具才华的作曲家 所以我的妈妈觉得我应该继承我外公的音乐的这种事业 我还真去过台湾呢 去那里交流演出 有一些乐迷在台湾是不同的城市是坐着飞机 然后来听我们的演奏 不管是来自于北京还是来自于台北 就是中国人 然后能有终于出了这么优秀的四重奏 他们自己都觉得好高兴 未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我特别期待大陆和台湾 还能够有更多的艺术层面的交流 让我们能够用艺术的纽带 将彼此联系在一起 继续调的迷励 正在想生活中 各种艺术层面的 vs 集合 噩噩噩噩噩噩 我特别来说 不过他 那里還能够用艺术的 Frage 我可以是稳一点 不知道 我觉得 就是 那里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你 我可以就是 我可以是 瘤